各位同学大家好 那这节课呢我们再给大家讲两道真题 先看2020年的一个计算题 说二某17年至二某18年 假公司发生的相关交易或事项如下 第一个 假公司持有已公司20%的股权 能够施加重大影响 二某17年的1月1日 假公司对已公司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是4000万元 其中投资成本是3200 损益调整500 以后期间 能够转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是300万 那取得已公司20%股权时呢 已公司各项可辨认资产负债的公允价值 和账面价值呢是相同的 就是在对联营企业投资的这个时点呢 没有评估增值减值的问题 二某17年度已公司实现的账面净利润 是1800万元 那分配的现金股利是1200万 没有其他所有者权益的变动 好了那第二个资料呢 二某17年的12月10号 甲公司与丙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 这个协议阅定 说甲公司已发行本公司普通股 作为对价受让丙公司持有的已公司35%的股权 双方同意以二某17年11月30号 评估一公司全部股权的供应价值 是以5000万元为依据 确定一公司35%股权的 这个转让价格是5250万元 由甲公司也每股是5块钱的价格呢 向丙公司发行1050万股的本公司普通股 作为支付的对价 说的都是废话 当然这些话呢就干扰了很多考生 二某18年的1月1日呢 甲公司向丙公司定向发行本公司普通股 是1050万股 那么丙公司呢 向甲公司交付已公司35%的股权 发行股份的登记手续 以及价公司股东的变更登记手续 已经办理完成 那么当日呢 甲公司对价公司的董事会进行改选 改选以后呢 甲公司能够控制价公司的相关活动 这叫通过两次交易完成的控股合并 购买日说甲公司股票的供应价 每股呢是7.5 算合并成本 我们用7.5乘多少股啊 乘这边给定的 1050万股就可以了 好了 原池以20%股权的供应价值呢 是4500万元 站在合并报表的角度呢 对了 这个合 因为是多次交易完成的 所以呢 合并成本呢是原供应加新供应 新供应呢 是7.5乘什么呀 乘1050 再加上原供应是4500 哦 哎 他们两个的合呢 是购买日的合并成本 好了 以公司净资产的账面价值呢 是1亿4000万元 所有者权益的各个项目呢都给了 可辨认净资产的供应价呢 是1亿6000万元 你看看 他俩做一个差呢 有2000万元的净资产评估增值 什么原因呢 是一项固定资产的供应高于账面所造成的 好了 其他资料 那第一个呢 在取得以35%股权以前 就是第二次追加投资之前 双方呢没有关联关系 说明呢 第二次追加投资合并 是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好了 第二个呢 是假公司与乙公司之间 没有发生内部交易 第三呢 不考虑相关税费 还有其他因素的影响 要求第一问 根据资料 一编制假公司二某17年 对乙公司股权投资 进行权益法核算的会计分录 让我们计算假对乙的股权投资 在二某17年底的账面价值 这个就是考权益法 比较简单 第二个呢 是根据资料二编制假公司 取得乙公司35%股权的会计分录 计算假公司取得股权日 在其个别报表当中 对乙公司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 第三问呢 根据上述资料 编制假公司合并 乙公司的判断合并类型 并说明理由 如果是非同意控制的 说明购买日 计算合并成本商业 并编制购买日 在合并报表层面的调整份录和 抵消份录 来吧 第一问的答案 它那边的账面净利润 是1800 没有内部交易 投资时点又没有评估增值 所以直接用了乘20% 结果是360万元 借长期股权投资损益调整 带投资收益 那么它那边分派的现金股利 1200乘20% 借应收股利 带长期股权投资损益调整 是240 把钱收回来 借银存带应收股利 权益法调完了以后呢 到二某一期年底 长头的账面价值 那我们要年初给的账面价是4000 加上我们当年权益法的 这个借方调整360 减掉贷方的这个调整的是240 结果420万元 好了 第二问的是第二次追加投资 我们付的对价 是发行自身的普通股股票 要按照它的供应价值呢 借长期股权投资 金额呢 是用每股的供应价 乘股数1050 结果呢 是7875借长头 好了 每股面值呢 是1块钱 所以说1050乘1 还是1050 带股本 差额呢 把它记录到资本公期 股本溢价就可以了 那甲公司取得股权日 在其个别报表当中 对已公司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 要原账面加上新供应 原账面呢 我们上一问算没算过 算过了 这呢 4120 加新供应呢 是这个7875 结果是11995 那我问各位同学 这个11995 它是不是合并报表层面的 合并成本 不是 这个是原账面加新供应 而合并成本呢 是原供应加新供应 李三问 甲取得也的股权呢 是多次交易形成的 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理由 之前没有关联关系 那我们追加投资以后呢 取得它的什么 控制权 非常好答 购买日 12某18年的1月1号 因为这一天 董事会改选 能够怎么样 能够控制它的 各项生产经营活动 好了 合并成本 用原供应475 给定的 加上新供应7875 结果呢 是12375 商与呢 用12375 减掉背购买方 可辨认净资产 供应价值呢 是16 乘我们累计持股比例 20%加35% 那么这个结果呢 是3575万元 好了 分落 把评估增值的固定资产呢 它的这个账面价调成 供应价 所以呢 借固定资产 带资本攻击是2000 同时呢 原来的长期股权投资 由账面调供应 账面呢 是4120 供应呢 是4500 他们两个的差额呢 是300% 借长期股权投资 带投资 收益 同时还要干嘛呢 还要把原来权益法确认的其他综合收益 转到哪去 转到投资收益里边去 那我们回头找一下 前面的资料 那回去查 就是我们第一次投资的时候 它题目当中给定了 给定了以后可以转损益的 其他综合收益呢 是300万元 就是二某17年初这个点上 给定的数字 那就说明之前 我们借了一个长期股权投资 带了一个其他综合收益 是300万元 而现在购买日呢 相当于是把长期股权投资给卖掉了 就意味着原来权益法核算期间 我们确认过的其他综合收益 要在合并报表角度转到什么 投资收益 好了 下边呢 把长头跟所有的权益对冲 带一个长期股权投资12375 其实是什么呀 其实呢 就是合并成本 好了 借方底调子公司在购买日 所有者权益的各个项目 那么股本呢 是8000个别报表的 资本公积呢 资本公积 大家注意个别报表没有 而我们在合并报表 评估增值这边确认了2000 所以这边是什么 0加2000 那就是2000呗 盈余公积 未分配利润直接拿来用就行了 都是个别报表给定的 好了 二要子公司可辨认净资产的供应价16000 乘少数股东持股比例45% 算出来的结果呢是72 我们要带一个少数股东便宜 最后的差额到几什么呀 到几商育3575 跟我们之前按照公式算出来的这个商育金额呢 3575是一样一样的 说明什么 说明这道题呢 我们得全分了 好了这个题呢比较简单啊 如果说考试某一套卷子 大家抽到这样的题目 就是半分啊 0.25分啊都不要去丢 来吧 那下面是2017年的这个综合题 说假公司是境内上市公司 且属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二某15年至二某和二某16年 假公司发生有关交易 或事项如下 先说第一个 二某15年的6月30号 假公司也2400万元 购入已公司26%的股权 能够施加重大影响 对联营企业投资采用 权益法核算 好了款项呢通过银行存款转账支付 那股权过户登记手续当日办理完成 这一天呢 已公司可辨认净资产的公允价值 是一个亿 那么各项可辨认资产的公允和账面 是一样的 那我们在投资这个时点呢 被投资方并没有资产负债评估增值 减值的问题 二某15年的9月30号 说假公司出售期生产的饼产品 给已公司增值税专用发票上著名的价款 是2000万元 税呢是260万 截止到当年底呢 已公司已对外出售 所够饼产品的50% 另外50%呢留在内部了 好了假公司生产该批产品的成本 是1300万元 考到了对联营企业投资权益法下的 内部交易调整问题比较简单 我们减掉他们两个的差 成50%是不是就行了 什么交易啊 这是一个顺流的交易 站在个别报表的角度呢 就比较简单 而我们这个题难在哪呢 难在他后边有一问 考到合并报表处理了 考到这个 人家说呢 蒋和乙这个不是母子公司啊 这个乙呢是假的联营企业啊 哪来的合并报表啊 说的是什么呀 说的是假公司跟他旗下的子公司 之间所编制的合并报表 合并报表层面 针对假跟他的联营企业是谁呢 这个时候叫联营企业乙 之间所发生的这个顺流交易 这个顺流交易 如何在这张他跟他的子公司 所编制的合并报表上进行调整抵消的 我讲没讲过 我对登发售绝对讲关 顺流的话呢 我们只调当年 调整的金额呢 跟乙公司有没有把内部购计的损货 卖到外面去有没有关系 没关系 好了这样的话呢 我们合并报表的调整的是借营业收入 是2000乘百分之持股比例是多少 25% 回头查一下是吧 26%啊 乘百分之26 好了那我们代方的营业成本 那就是1300乘百分之26呗 形成的代方差额呢 把它记住到投资收鱼就行了 你这么个调整 好了第二组资料呢 是二某15年的11月20号 说甲公司约丁公司签订购买乙公司股权的协议 协议约丁以二某15年10月31号 经评估确定的 乙公司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呢 是14800万元为基础 甲公司以4800万元的价款 购买了丁公司持有的乙公司30%的股权 上述协议分别经交易各方内部决策机构批准了 并于二某15年12月31号呢 经监管机构的核准 好了二某16年的1月1号呢 交易各方办理了移公司股权过户的登记手续 当日呢 甲公司对乙公司董事会进行改组 改组后的董事会 由9名成员组成 那我们甲这边派去多少啊 派去6名 9分之6 3分之2 3分之2 过了半数 好了 按照乙公司章程 所有重大的经营财务分配等等事项 需经董事会3分之2 及以上表决怎么样 通过后实施 我们这边达没达到 这个表决的比例达到了 所以说这一天怎么样 转移控制权 因此这一天呢 就是啥 就是购买日或合并日了 那一般呢 是非同意控制 那就是购买日 这叫通过两次交易完成的 控股合并 权益法改成本法 二某16年的1月1日 说乙公司账面所有者权益的构成呢 所有者权益各个项目都给了 不念了 那乙公司可辨认净资产的供允价值呢 是一亿五千万元 评估增值了多少 看一下啊 那他的账面价值总额没给是吧 这里面给了除了土地使用权 评估增值一千八以外呢 那么其他资产负债供允和账面是相同的 在购买日这个点上 子公司有一项无形资产 是不是吗 办公用法所占土地呢 就是无形资产 评估增值了一千八 好了 尚可用三十年净残值 零 那么 直线法贪销 什么什么啊 假公司的原池 以公司26%股权的供允价值呢 是三千九百万元 合并报表角度算合并成本原公允加新公允 要用到这个数字 另外站在合并报表角度 把原来的26%的长期股权投资卖掉了 所以呢 他的公允价值三千九和他的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 要寄到哪去呢 要寄入到投资收益 好了 假购买以30%股权的供允价呢 是四千八百万元 那我们前面已经给了这个数字了 再次投资呢 给的是多少 那给的不就是四千八吗 好了 这样的话呢 用三千九加上四千八 合并成本就出来了 第三组资料 二某一五年 以公司按照其净资产账面价值计算 实现的净利润 是两千两百万元 全年的 那其中呢 七到十二月份 实现的净利润是一千两百万 那么二某一五年 七到十二月份 其他综合收集的金额增加额呢 是七百万元 这是什么 这站在语文的角度 他的这个写作方法叫什么 叫做差距 又回到二某一五年了 那二某一五年 那我们讲和这个乙是啥关系啊 二某一五年回去查一下 二某一五年 在六月三十号呢 甲取得对你百分之二十六的股权啊 对联营企业投资 那么这个时候呢 有重大影响 所以说 刚才给的那个资料 让我们干嘛呢 让我们对 让我们应用权益法进行调整 千万别乱 千万别被他搞乱了啊 各种文体啊 大家都得会 都得熟悉 来吧 接着说啊 那么二某一六年呢 乙公司 那于二某一五年 向甲这边购买的饼产品 全都对外实现销售了 这一句话呀 害了很多人 在这话浪费了很多时间啊 那想啊 说在二某一五年的时候呢 甲和乙之间内部交易 有一半 没有卖出息是吧 所以二某一五年 权益法调整 算投资收益 在联营企业账面净利润的基础之上呢 是不是减掉了 内部的售价和账面价的差 成百分之五十 是的 然后等到说下一年卖到外面去了 要不要再加回来 不要 如果说到二某一六年 我们不追加投资 不形成合并 依然呢 是对联营企业投资 然后第二年卖出去了 那我们第二年呢 算联营企业调整后的净利润 你就得给人家加回来 而我们这个题呢 到二某一六年啊 变得天了 又追加投资取得控制权了 形成一个真真正正的合并报告主体了 合并报告主体 内部交易 合并报告主体 我们这个模拟权益法 就是母公司对子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 做模拟权益法调整 那算子公司调整后的净利润 你要考虑它吗 不要考虑它 跟它没关系 内部交易根本就不调 另外要注意到下一年啊 这不叫内部交易啊 到下一年形成母子公司关系的当年 有内部交易吗 没有内部交易啊 您说上一年有下一年 上一年没有形成企业合并 上一年还没形成母子公司 如果说蒋和宜 上一年就形成母子公司了 然后上一年有个内部购销交易 留下一半 然后等到下一年卖到外边去 另外一半 就是留下的这一半到下一年卖到外边去了 那就涉及到调整问题 我们这个不涉及到 好了 2016年的一公司按照净资产账面价值计算 实现的净利润呢 是2500万元 其他综合收益的增加额呢 是650万 如果说调他的这个什么样 站在合并发表角度 调子公司的账面净利润 那只是调购买日试点评估增值 那个这里面有一个无形资产评估增值 补提摊销额的影响 其他资料 第一个呢 是假适用的税率呢 是25% 这个题呢 考虑所得税的影响了 那么假公司购入 以公司股权 按照实际成本作为它的计税基础 假公司运计未来有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 用于抵扣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以公司的各项资产和负债 按照取得时的成本作为它的计税基础 这个取得指的是什么取得呀 是假和乙的合并吗 不是 是以公司个别报表 当年人家买什么什么资产时 负的那个成本 作为它的计税基础 一直都不变 它不会因为以公司被假公司收购了 而发生改变 除非百分之百收购 按照企业合并准则 如果百分之百收购的话呢 子公司是可以调账的 是可以调个别报表的 把账面调公运 但一般也都不调 人家没说必须调 就是可调可不调 那谁调 一般都不调 既然呢 它的个别报表 对于控股合并 它个别报表啊 的资产负债没有进行调整 所以呢 它的计税基础变吗 它的计税基础 不会因为被别人收购而发生改变 所以我一直强调控股合并 站在合并报表角度 子公司资产负债的计税基础 不变 不区分应税免税 好了 涉及企业合并的 以购买日 合并日的账面价值 作为它的计税基础 这个账面价值呢 就是 还是人家原来 原来的那个账面价 不是新的供应价值 就是我再一次强调计税基础不变 好了 其中因企业合并形成的这个商业呢 于处置合并相关资产时呢 可以税前后出 这个商业 他说 将来我们把这个收购 假把收购进来的这个子公司 也再卖到外边去了 合并报表角度 把他的资产 把这个仪公司的各项资产 负债又抖卖了 然后呢 说在合并报表 不是确认过商业吗 然后你先来再卖的时候呢 算已经纳税所得额 这个商业呢 可以怎么样 可以进行税前的后出 这个说法对吗 这个说法根本就不对 无说八道 商业在人家子公司 个别报表上原来没有 自创的商业不确认 那这个合并 站在合并报表角度 虽然确认了一个商业 有一个账面价值 但是它的计税基础是不变的 是零 所以说就不涉及到将来 我们算所得 在减掉一个什么商业的问题 什么情况下要减掉它 吸收合并 而且是吸收合并里边的什么呀 里边的应税合并 就是会计啊 这个出题的人呢 就税法没有研究太明白 但是呢还不甘心 还得考虑点税的问题 就导致出现这些争议 出现这些漏洞 假公司你长期持有倚的这个什么呀 护圈 别受它的影响啊 站在合并报表角度 我们这个无形资产评估增值 导致它的账面价值 大于它的寄税基础 因为寄税基础没变 所以呢 我们要确认地盐 所得税 负债等 那我们这里边 由于确认了一个商业 商业的账面价值呢 同样大于它的寄税基础 形成了应纳税暂时性差异 我们要不要针对商业 在初始去认环节 产生的差异额 乘所得税率 进一步确认地盐 所得税负债呢 不要防止出现无限循环 这个呢 我们在所得税部分啊 给大家讲过它的原理 第二呢 甲公司投资乙公司之前 甲乙 还有什么 还有丁是吧 之前没有关联关系 非同意控制 第三呢 是乙公司除实现净利润 其他综合收益以外 没有其他权益变动的事项 乙公司呢 按照净利润的10%提应运工计 没有做其他分配 第四呢 不考虑除所得税以外 其他相关税费 还有其他因素的影响 要求第一万 那么计算二某 15年12月31号 甲公司拥有的 乙公司股权 在其个别报表 当中列报的 长期股权投资金额 编制 甲公司取得 即持有乙公司 投资相关的会计分落 这是百分之多少 百分之二十六的那个时候 考虔一把 这太简单了 那么第二个呢 是计算二某 15年底合并报表 列报的投资收益金额 这个难 很多同学啊 这块就下腿都下嘚瑟了 有啥怕的呀 你说这一份你就不会 这一份它能扣你多少分 扣不了你多少分 注意合并报表 列报的投资收益金额 包括个别报表 按照权益法确认的 投资收益 还包括我们在 合并报表角度 做的那个特殊的挑战 借营业收入 代营业成本 代投资收益 好了 第三呢 是判断甲公司增持 乙公司30%股权的 交易类型 并说明理由 确定甲公司 对乙公司的合并成本 如果是非投资控制 算商与 就是判断乙公司 应当于何时 纳入到甲公司 合并报表范围 其实这个话 说的比较隐晦 它其实 问的是 购买日 是哪一天 好了 因为购买日 我们就要编合并报表了 就要把它并过来了 好了 说明理由 这都送分的 那么第四呢 是编制甲公司 二某一六年末 于合并报表相关的 调整分路和抵消 分路 答案 第一万二某一五年 甲公司持有的 乙公司股权 在个别报表 列报的 长期股权投资呢 是3003 怎么来的 下面就给你解释了 好了 我们边分路 初始投资 借长期股权投资 代银行存款 2400 然后拿2400 跟投资试点 享有对方 可面认净资产 公允价值的份额比一下 份额呢 是2600 所以说有200的负商运 有200的负商运 那我们要借长期股权投资 损益调整 要带一个营业外收入的 好了 以公司调整后的净利润 要账面净利润1200 减掉什么呀 内部的售价是2000 减掉成本价1300的差 乘1减50% 结果是850 要850乘什么呀 持股比例26% 结果221 借长期股权投资 损益调整 代投资收益 好了 其他综合收益 700乘26% 借长期股权投资 代其他综合收益 是182 接着来 二某15年底 长投的账面余额 要初始成本 2400 加负商与的调整 是200 再加上损益调整 221 加其他综合收益 要820 结果呢 3003 第一问就做完了 第二问呢 二某15年底 合并报表 投资收益的猎豹金额 要个别报表确认的 投资收益是221 这呢 加上合并报表的 特殊调整 182 结果呢 是403 特殊的调整在这呢 其实之前分析题目的时候 我已经告诉大家了 借营业收入 内部的售价2000 乘持股比例 26% 结果呢 是520 借营业收入 代营业成本 内部的成本价 1300 乘26% 结果呢 是338 好了 差额呢 带什么 投资收益 要拔 跟连营企业 有没有把这个存货 卖到外面去 没有关系 逆流有关系 顺流没关系 第三问 假增持以业 30%的这个股权 属于通过多次交易 分布取得股权 最终呢 形成非同一控制下的 企业合并的情形 那么购买日呢 是二某一六年的 1月1号 这一天呢 把子公司 纳入到合并报表的范围 理由呢 这一天 过户手续办完了 董事会改组 9个席位 我们有6个 是不是 三分之二表决通过 能够控制他 之前没有关联关系 咔咔咔 我去为之后 复制粘贴加整理 我完事了 合并成本 我们用原公寓 加上新公寓 三千九加四千八 结果呢 是八千七 那商业呢 用八千七 减什么东西 减掉购买日时点 子公司可辨认 净资产的供应价值份额 好了 他这边注意啊 给定的净资产供应呢 是一亿五千万元 但是呢 是没有考虑所得税的影响 由于这里边 有一项无形资产 评估增值了一千八 使这个资产的账面价值呢 大于他的计税基础 形成了应纳税暂时性差异 我们要用这个差异额乘25% 带一个地盐所得税负债 借一个资本公寄 那负债增加 净资产减少 所以还要把这个什么 地盐所得税负债呢 给它减掉 之后呢 是税后的可辨认净资产的公元价值 乘持股比例现在是多少了 百分之二十六加上百分之三十 现在是百分之五十六了 好了那结果呢 看看是多少 五百五十二万元 第四问呢 是相关的调整份落 抵消本落 合并报表角度的 那么购买日呢 苹果增值无形资产一千八 借无形资产 用一千八成什么呀 百分之二十五 结果呢 四百五代地盐所得税负债 差额1350呢 代资本公寄 好了 苹果增值的无形资产 一千八出以三十年 因为年初就合并了 贪消整好一年的时间 结果呢 六十借管理费用贷无形资产 由于我们补提贪消额 导致无形资产的账面价值 减少了六十 那就意味着转回什么 转回六十万元的差额额 用六十呢 乘百分之二十五 这个结果是 十五借地盐所得税负债 代方充减所得税费用 因为差额转回的时候呢 是既的管理费用 影响到会计利润了 所以我们转回的地盐 所得税负债呢 就对应所得税费用费 调整后的净利润 要调整前的两千五 减掉补提摊销额 加大的费用 十六十 这呢 减掉 还要加上充减的 所得税费用十五 费用减少 利润增加 结果是2455 那我们用2455 乘母公司持股比例 百分之五十六 金额呢 是1374.8 借长期股权投资 代投资收益 模拟权益法调整 好了 用其他综合收益 650呢 乘百分之五十六 结果呢 是364 借长期股权投资 代其他综合收益 还有吗 还有 还有啥 那么在购买日 原来的合并报表 原来的长期股权投资 不得由账面调供应吗 人家的账面呢 是3003 我们前面已经算过了 充了 然后按照供应价值 390借长头差额 投资收益897 好了 那我们原来权益法核算期间呢 确认过182万元的 其他综合收益 我们回去找一找 那这个其他综合收益呢 我们还要把它转到哪去呢 这儿 由于在合并报表角度 把它卖掉了 所以呢 182万元的其他综合收益 要把它截转到哪去啊 要把它截转到 投资收益里边去啊 那同时呢 我们要把长头 跟所有者权益抵消掉 再一个长期股权投资 直接用合并成本算吧 合并成本呢 是87 加上后边 我们有两个权益法的调整 一个呢 是 这个哈 1374.8 还有一个的是364 加起来是10438.8 有同学说呢 你这边不还调了897吗 如果说我们在个别报表 个别报表 长头那个账面价值的基础之上 去调整的话 就得加上这897了 因为个别报表购买日呢 长头是原账面加新工业 而我们刚才呢 这个877呢 直接在什么 合并成本的基础之上算的 你只需要调后边两个权益法 调过来的东西就行了 好了 把它抵掉 那我们接发呢 抵掉子公司的股本 是个别报表的 直接拿来用 抵掉资本公积 资本公积呢 个别报表的是1200吗 我们在合并报表调了多少 调整了1350 那就加1350呗 结果呢 是2550 其他综合收益个别报表呢 是购买日是700 好了 那我们当年呢 又增加了多少 650 加起来呢 是1350 没有问题是吧 好 那盈余公积呢 购买日呢 是800 加当年赚的账面净利润 是乘10%呗 账面净利润呢 是这呢 是2500 乘10% 是250 我说过了 盈余公积呀 是依据账面净利润来提取的 那这个结果呢 是1050 好了 那么年末未分配利润 我们要年初的购买日的是500 加当年实现的调整之后的净利润 2455 这呢 再减掉提的盈余公积 250 结果呢 是2705 好了 用年末子公司所有的权益的总数 乘少数股东的持股比例 我们带少数股东权益 7768点 借方差个倒几 上运是552 跟我们前面按照公式算出来的结果呢 是一样的 心里就有数了 好了 投资收益和利润分配的抵消 投资收益呢 1374.8 刚刚已经算过了 那么少数股东损移呢 用调整后的净利润 乘少数股东持股比例 是1080.2 好了 借方年初未分配利润 是购买日的 因为我们这个是在合并当年 当年的年末做的 好了 代方底 平衡供给250 差额倒几 年末未分配利润2705 赶紧呢 跟这边核对一下 怎么样 2705 是一模一样的 那怎么样 那当年考试考过了 就可以把酒 延欢了 好了 那这个题呢 我就给大家讲完了 这样的话 今年的筑块快捷高频考品班的课程 上半部分 各张具体知识点的讲解 就到此结束了 那么从下一次课开始呢 咱们课程进入到下半部分内容 跨章节的综合演练 敬请期待